我们今天要介绍韩国的菜包肉文化 也就是你会看到我们吃韩国烤肉 吃白色的猪脚 还有吃辣炒这个春川鸡肉 还有烤肉都要包这个叶菜 而且怎么样再大一口吃呢 都要一口吃掉 为什么待会水晶主播就要告诉你原因 还有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好吃的 起司春餐腊炒鸡还有腊炒猪肉 还有呢 这个腊炒猪肉听说是这个非常非常有名的 这个大植油正川韩朝霸赞助提供的 而且里面这个有机哦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上来的时候已经有点冷掉了 这个是春餐腊炒鸡 里面还有乌龙面哦 他们的乌龙面呢 听说呢都要包进去哦 大家可以看得到画面吗 来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哦 这个乌龙面还有泡菜 都要包在这个 这个他们的肉包菜的这个习俗里面 然后当然啦 还有我们的烤肉也是一样 待会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腊炒猪肉 腊炒猪肉也是跟着蒜头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泡菜呢 会一起包在这个蔬菜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个菜包肉的文化 我来讲一下下哦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菜呢 都是由这个 大指流正传 韩小宝贊助提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这个原始的照片 其实是更漂亮的啊 不然因为我们送来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这个 这个因为比较冷一点点 所以待会呢 我们可以cue一下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导播可以cue一下照片 其实呢应该这样讲啦 其实应该这个 阿祝麻的料理呢 真的都是要包菜 因为菜包肉呢 其实是一个传统的 这个韩国的这个菜式 他呢 用这个叶菜类 比如说像植树叶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 我准备了非常多的菜 这个是 台湾人比较擅长吃这个窝具啦 应该就是吃这个窝具来包 对 但是呢 其实呢 韩国人就各式各样 像我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 那时候时候还是汉城的时候 他的菜有各式各样 就是大概有五六种叶菜 就是免费一直提供你 然后让你包肉 包任何的海鲜 或者是甚至是 我还甚至吃过 包这个猪脚 对 我那时候吃到 我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就是 都是吃 都是这样 包这个菜 然后加蒜头 洋葱 甚至辣酱 就是那个菜脚酱 还有就是饭 甚至 除了包这个乌龙面之外啊 还会包这个饭哦 放进去哦 就是根据配料的不同 那菜包肉有非常多种变化 那一开始呢 其实是包这个白切肉 那其实菜包肉是源于这个 这个包卷泡菜一池 以前在开城 开城也是我们朝鲜 就是北朝鲜的这个 大家应该知道 北朝鲜的这个 开城就在北朝鲜 就是北韩 那以前呢 是住在开城的有钱人 你这样会将这个白菜 叶包住珍贵的材料 大家应该知道 白菜其实是 就是韩国 不管是南韩北韩 都非常重要的这个 叶菜类 那他们呢 随着时间推移 逐渐把这个 这个菜包肉呢 韩国人做过的 这个冬泡菜的时候 剩余的泡菜料 就跟白菜啊 跟猪肉 一起包着吃的文化 那我现在就包一个 包菜这个猪肉 给大家看一下下 来 这个 虽然已经有点冷掉了 不过呢 待会我们会有这个 原始的涂档 就是CG涂档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呢 通常都会 在韩式烤肉 吃韩牛的时候 也会出现 大家看到 然后会加一些 像我自己就很爱吃 就会加一些 蒜头跟辣酱 就这样把它包起来 吃 可是你知道韩国人很酷哦 来 那个歪边上来一下 我跟大家讲一下 外边你口罩拿下来 对我们面对镜头 没关系 外边露脸了 走第一次了 他呢 要吃要怎么吃呢 我喂他吃 这个是代表 就是尊敬的意思 嘴巴张开 啊 你要整口这样大 要塞进去吃哦 不能不能 不能 你这样就不对不对 你的福气没有吃进去哦 一定要这样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呢 菜包肉的意思 他们的习俗就是 再大口 他就是一个福气的意思 菜包肉你 我刚刚正是包小的 你知道有一次我碰到一个韩国的阿猪嘛 他这个才是冷的 我们现在是冷掉的 他那个包刚烤完的那个韩国烤肉啊 加了超多的烤肉进去 很豐盛盛开 然后加辣椒什么 蒜头什么烫的 整口这么大一个给我塞进去 我烫了我嘴巴真的是 可是你知道这是习俗 你要把它吃下去 因为他就是 你不能咬一半 你就是没有把福气吃进去的概念 所以就是整口 就像吃 而且就是 在韩国的习俗里面 你如果都看韩剧的话 应该会 常常看到 就是男生 就是男女的朋友 他们会整个真的帮你塞进去 就代表就是亲热的意思 还有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其实呢 就是大家所吃的这个菜包肉的这个吃法呢 相传菜包肉在元朝 就是中国的元朝的宫廷的高丽贡女 食用的 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朝鲜是 元朝的这个附属国嘛 就是附属地 那他们就是有一些就是贡女会 比如说妃子会进贡到就是元朝这边来 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之前有看那个 可能韩剧的人都应该知道元朝就是 有一些这个贡女啊妃子啊会进来 那个齐皇后就是嘛 就在元朝的时候 那在李氏朝鲜末期的时候 已经成为一个食令的这个菜肴肉 那韩国人通常的呢 就会用这个所谓的生菜 就是我们台湾人喜欢的蜗具 其实各式各样的蜗具都有 然后还有紫苏叶 他们用紫苏叶的这个过程 我其实自己也蛮喜欢吃紫苏叶的啦 紫苏叶泡菜 然后猪肉饭 大蒜甚至乌龙面 大蒜香头 香芽 洋葱甚至就是豆瓣酱 然后全部呢卷成一个大的 刚刚我这样卷成一个大的 我现在再卷一个好了 卷一个 我真的觉得这很难卷 但是听说这是这个大直流正川 韩朝霸 他们就是大家都爱吃这个乌龙面哦 我就想说奇怪 这个菜到底要怎么包 这如果热腾腾的对不对 你看哦这样包 他们包饭包菜 这样这个手啊都黏住了 然后还要再加这个春川草鸡 这个春川草鸡 然后这个是很热门的菜哦 这么大一个 要怎么吃啊 要怎么吃啊 这样应该可以啦 对就这样子 你知道吗 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很前面 这么大一个 其实怎么吃啊 但是真的就是要大口的塞进 我好想塞进摄影大哥的这个嘴巴里面 对可是你一定要吃下去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大口塞下去的话 这个小编要再来一次吗 小编来吃一下这个 这个 哎我跟你讲这是冷的 对你还很好 我上次吃的是烫的呢 这个就是代表尊敬的意思 就是我的时候其实 阿祖妈的手干不干净 我还很担心你知道吗 但是呢 好你一定要塞进去哦 不然没有服气吃下去哦 好这个呢 就是韩国的传统习俗 一定要就是把它整个吃下去 要把这个服气吃下去 我那时候被阿祖妈那时候我第一个想的是 阿祖妈的手碰过钱 然后给我这样塞进去 我觉得第一很烫 第二我觉得有点脏 对但是呢 这个就代表他们的一个习俗 然后呢 就是呢 这样吃下去之后呢 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叶菜类有非常非常的多 其实呢这个吃法在元朝 包括高丽跟朝鲜时代都已经出去 我们的歪边已经走出去了 因为他觉得太大口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照片呢 其实有包括紫苏啊 然后他们都就是用生菜去包饭 其实韩国人比较喜欢用紫苏去包的原因 其实是可能他们对于这个 呃 莴炬本来是比较 可能就是呃 吃起来他们比较喜欢大白菜跟紫苏 呃 这叶菜类的 我们看到CG图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叶菜 那他们必包叶菜的原因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呢 其实呃 他们是一个呃 就是自然的这个环境嘛 那饮食呢 跟地理都相关 那烤肉其实通通常都是吃起来比较油腻的关系 所以呢 所以在这个比较油腻的时候 他们就要克服烤肉的缺陷 他们就会选择一些野菜 就像呃 其实我去韩国的时候有吃过就是很特别 除了紫苏之外的野菜 就是比较苦一点点的 然后就是 让这个生菜就吸取这个油脂 让这个 等于是说你把油脂跟菜 营养也均衡 肉跟菜可以配合起来 把这个增加烤肉的香味可以一举两得 而且重点是 你吃菜进去之后 你的营养就是你有菜也有肉 你就不会肉吃太多 就是变变变不出来 第二个呢 其实是呃 他们的食物其实在 我们讲很多次 他们比较匮乏一点点 因为韩国的国土面积比较狭小一点点 所以你会发现说 他们不能常常吃肉 所以基本上呢 他们就是吃烤肉的时候是非常 我之前讲过嘛 吃烤肉是非常一个珍贵的时候 所以他们就会用菜包肉 毕竟对韩国人来说烤肉是一个奢侈品 所以他们用蔬菜去包肉 然后等于是平衡一下 就是蔬菜跟烤肉 第一个是营养均衡 第二个就是说 你这个肉还有菜的话呢 肉可以不用包这么多啦 因为肉毕竟比较吃一口 还有刚刚我们就是 这个外边就是有讲的 生菜啊 包肉是代表福气啊 这个多烫啊 多大口啊 都要一大口吃掉 为什么啊 因为呢 从骨自尽的习俗 你这个生菜包肉呢 无论多大口 韩国人都要一次把它给它吃完 所以如果你去韩国 庆骨朋友很热很烫 一大口把你这样塞进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它吃完 我跟你讲 我上次也是烫得 我嘴巴都痛得要死 而且我还是一直在想说 他的手有没有洗干净 因为现在COVID-19非常的严重 然后呢 真的是没有人就是吃一半的啦 然后因为呢 古代呢 在古代的时候 韩国人就会把这个小菜啊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肉啊 还有这些面啊 乌龙面啊 还有春川炒鸡 起始春山炒鸡啊 这些这个由大直油正川 韩朝霸提供的这些菜呢 都呢 都包进去呢 基本上呢 都要大口大口 一口气的吃掉 因为古代人把韩国这些小菜 菜类跟肉 肉跟饭一起包吃掉 象征福气 张大口一起吃掉 就是福气的意思 好 我们现场呢 有这么多好吃的这个 呃就是 一个是春川这个辣炒鸡 一个是起司 春川辣炒鸡肉 然后另外一个是辣炒猪肉 都是要包这个菜来吃的 刚刚我已经示范过了 对不对 2 4 4 5 5 6 5 5 5 6 6 5 6 6